哈喽大家好又到了老司机整点的QA时间了 现在时间是7点 那我们正在尝试一个一天有没有办法 上传24支影片的一个企划 那现在已经剩下最后5集了 请大家如果被打扰的 真是非常抱歉 以后我就日更吧 当时只是想要觉得 如果做日更我们就来做个屌的 那一天24更就没想到累死了 累过了 好现在呢 我们想要回答的是 在欧野的个人通口秀里面 有一场 资产求生计 观众写的困扰 就是最近让你不爽的一句话是什么 那我们现场会抽纸条 然后当下即兴回应 那没有抽到的 朋友呢我会专门会做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影片 然后呢做这个简短的回复 那当时 这个那位观众所写的很有趣 是这一句话 有人对我说台大毕业的 问不爽 那 那我自己也是台大 但是我不是台大毕业的 我是一业 那遇到了这种人跟你说话 你会不爽 要怎么回应呢 首先 欧野老师 很想要先搞清楚 那你的不爽点 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啦 你是台大毕业的哦 你是一 对 台大毕业的不像吗 你是因为是台大毕业的 人家看不出来 觉得不爽吗 还是 二 我是台毕业又怎样 这是我一定要会吗 你是怎样 你是觉得我台大就一定要会 是不是 我是台大毕业的 你不要讲啊 你觉得台大毕业的丢脸 是吧 还是你是第四个 最后一个 我才不是台大毕业的 是要去那个男学校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那我可能要先了解你的不爽点再说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影片的话 麻烦你在留言区的部分告诉我 你的不爽点是什么 但是即便是这样 你还是可以回应的 当有人问你 你台大毕业的 其实可以不用不爽 你可以回答这两个答案 你可以回答 是的 要不然就是 不是哦 解决 就解决了 不用不爽 本时的金句 或许有的时候对方 他真的只是想要知道 你是不是台大了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如果可以 我们尽可能用善 去解决人的意思吧 好 以上是我的回答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在下面留言 如果更可以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直接进剧场 来支持我们的脱口秀 现在不管是在1月8号的新竹场 以及在我们的小玩笑 台北的小玩笑 以及台中 台南以及高雄都还有票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 即将在8点的时候 跟大家见面